葱尼的灰姑娘梦 葱尼在看书呢 她在看什么书呢 原来是在看灰姑娘呀 瞧她看得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 灰姑娘和王子最后在一起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灰姑娘 玻璃鞋 王子 我要成为灰姑娘 看来葱尼看灰姑娘已经看得入迷了 她要成为灰姑娘 这是什么意思 葱尼来到了百货商场 她现在还抱着灰姑娘那本书呢 阿姨 请问这儿有玻璃鞋吗 我们这里没有玻璃鞋 为什么没有玻璃鞋 葱尼公主要穿 请你准备好 我明天再来取 但是葱尼 那孩子去哪儿了 葱尼已经去了别的柜台 请问这儿有玻璃鞋吗 没有 只有童话书里才会有玻璃鞋 不会的 为什么没有玻璃鞋 葱尼公主要穿 童话王国里为什么没有玻璃鞋 为什么 哪儿会有玻璃鞋 葱尼在湖边睡着了 她把童话王国里的百货商场都逛遍 现在一定是累了 玻璃鞋 灰姑娘 王子 哎 我的王子在哪儿呢 到底在哪儿呢 葱尼 王子从那边走过来了 你就是葱尼吗 是我 王子 你 刚才 我看见你把发带掉在了百货商场 这才追了过来 童话王国里没有谁比你长得更美了 当然了 葱尼 你能和我一起去我的国家吗 当然可以 我们这就走吧 得在我的朋友们来防卫我们之前 快点离开这儿 葱尼和王子一起走了 看来葱尼真的成了灰姑娘 王子 我们一起走 漂亮的葱尼 和我一起玩吧 好 我们一起走吧 兰妮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什么 难道是一场梦 王子 葱尼 葱尼 葱尼